DSE 蜜美2013 1B 場題目的第一題 這題目提到屋頂太陽能加熱器 在日頭的時候 這個加熱器能夠將 1.5 個立方米的水 由 80 度由室溫加熱度 因為吸了紅外輻射 就變成 80 度 在夜間的時候 就會將 80 度的水循環去屋 傳到各個散熱器的 radiator 這些 80 度的水 進入 radiator 之後 就會在這裡走 在這裡走的時候 因為溫度比室溫高 就會散發熱能出來 在這個過程散發熱能出來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 如果知道 80 度的水 流入散熱器的時候 有 15% 的能量是沒有了 不可以去到 現在請問你 能夠釋放到多少能量 可以去到房間 首先我們要知道 這裏只有 1.5 個立方米的水 所以我們先看看 首先計算一下水的質量是多少 水的質量的計法 就是密度成體積 所以密度是 1000 即是 1.5 所以是 1500 kg 如果跟著這裏 由 80 度的水 變成 60 度的水 這 1500 kg 它能夠散出來的熱能 就是 MCL 所以是 1500 乘 4200 乘以 由剛才的 60 度變成 80 度 溫差就是 20 度 所以計出來這個答案 就會是 1.26 乘 10 的白瓷 過程裏面 因為有 15% 流失了 有 85% 是可以送到給房間 所以送到給房間 就是用這個 剛才計錄 乘以 0.85 1 減 15% 即是 85% 即是 0.85 所以能夠送到給房間的能量 就是 1.071 10 的白瓷 跟著這條題目 就完成了 A 部分 計到這裏的位置 就完成了 A 部分 跟著 B 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說 已知散熱器的功率 其實是 4.5 KW 意思就是說 它每秒鐘可以散出 4.5 乘 10 的 3 次 即是 4500 乘以的能量 每秒散熱 4500 乘以 如果是剛才的話 可以維持多久呢 這個過程 是要假設輸出行的功率 意思就是說 每秒鐘是輸出雙紅的 那麼 我們就說 輸出的熱能 T 就會移以 T 剛才就說了 總共散出的能量 就是 1.071 10 的 8 次 如果我們期望它的散熱功率 是 4.5 10 的 3 次 4500 呢 我們就運算 T 出來 即是 P 等於 Q 除以 T 然後將 T 和 T 調過來 這個調過去 計算出來的 23,800 秒 將這個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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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除回小時 即是說 秒數除 60 會變分鐘 再除多 60 除 3600 會變小時 答案就好 就會是 6.61 小時 好了 接著到這條題目的最後一部分 事實上 其實就不會每秒鐘 放出來的功率是肯定的 即是不會頭一秒和下一秒 都能夠穩定地放到 4500 理由是什麼呢 就叫你解釋 就只是給一分 這條題目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一般來說 物質都會呈現一條這樣的線 這條線的程度不是直過是彎的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初初這麼多時間 你見到它的溫度是跌得比較多 後期當都是這麼多時間 你見到溫度是跌的 即是初初跌得快 這個線圖的齊率大 這個線的齊率小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散熱率 Way of heat loss 關鍵字就是與溫差有關 Temperature difference 所以後期 這個就是成正比例 溫差越大 散熱率越高 初期溫差大 初期熱水與環境溫差大 後期熱水與環境相差 溫度少 所以散熱慢 所以一個情況就是 後期熱水與温度超 огром aaaaa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decrease 所以它是一种肌肉的肌肉和肌肉的肌肉